年纪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 但还是希望退化速度能慢一点 尤其现在有研究指出 想避免大脑退化 让大脑神经烦恼还同 关键在有氧运动跟饮食 大脑里面开始产生发炎反应 神经发炎的胶细胞开始增加 甚至是异常的蛋白质堆积 都可能会促进大脑老化的风险 想延缓大脑老化 重症科医师黄圈也提出妙招 除了控制血糖血脂血压 能降低冠心病心肌梗塞等疾病风险 中度有氧也能提升注意力跟记忆力 另外饮食也很重要 摄取高热量的人死亡风险 比低热量多了两倍 灵害风险也高出四倍 地震海饮食和德苏饮食 来预防吃之症的饮食习惯 又被称为麦德饮食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察性研究 没有支持采用麦德饮食 或许可以减少失智症发生的风险 地震海饮食已经被证明 能改善肠道微生物群 减少发炎增进脑部健康 摄取大量的蔬果 以全骨类为主 在搭配鱼类跟海鲜 限制红肉加工肉的摄取 肠道中经由肠道控成菌代谢后 产生氧化三甲胺 这种不好的代谢产物 藉由促进大脑中的神经发炎现象 进一步增加脑内的内淀粉 还有滔蛋白的堆积 导致失智症的发生 另外运动也很重要 透过肝脏分泌的同体 进入脑部代谢 诱发分泌滋养因子 促进神经的活性 增加神经跟神经之间的连结 就能有效避免大脑退化 把新闻中报道